嘿 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是要來分析 61F-G3型的 E 意面控制器 這一型的意面控制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可以發警報到 中控室或是警衛室 它可以看到水位異常的狀況 低水位高水位它都會通知 然後它這個 意面控制除了打水之外 它還會通知沒水 而且還有封閉器的功能 所以這種 這種意面控制器相當實用 中控室的電腦就會看到 水位過高或是水位過低的功能 還沒訂閱的朋友請幫我在 右下角按下訂閱我們準備開始 這一款意面控制器它上面有三個 機電器模組 U1 U2 U3 U1的功能就是做一些警報 你看 U1它接到哪裡 它接到E1 E1它這邊圖都已經跟你講 滿水 已經裝滿了 所以它滿水已經超過 照理說它應該是水位 它是要在 E2跟E3之間 做切換 那如果超過E2碰到E1 它就應該要做一個警報 理論上是要這樣子 那這個U2呢 U2它就是 叫馬達打水跟不打水而已 你看 U2的話它介於 E2跟E3 水位在 如果水位在E E3以下 碰到E3 水位如果在E3的 就要打水 然後碰到E2 它馬達就要停止 所以它U2的這個計電器就是 控制 E2、E3 的水位 那這個U3 U3的話就是 控制E4 它先拉出來到這邊E4 那E4的話就是 第4跟極棒 那第4跟極棒的話就是 缺水 就是水位過低 已經沒有水了 沒有水的話 它就是 會做一個警報 它有一個警鈴在這邊 接到U3你看 這邊有一個警鈴嘛 拉上來接到B2 然後到這邊就U3 沒水的話 導通 U3導通就會接到警報 所以這個警報的話 你如果有連接到中控制 它會 它會 它會告訴你說 水位過低 或是缺水 這樣子 圖面上它也有告訴你這個位置 你看那邊拉過來E4 缺水 那它水位如果介於E2到E3之間 就是啟動跟停止 你看 如果水位碰到E3 它就會啟動 水位碰到E2 就會停止 藉由在這邊 如果水 打超過 碰到E1 碰到E1 它U1的 鋁類導通 鋁類導通 它就 就會 會 傳訊號到中控制 它會跟你說水位過高 或是 那個水塔的水已經滿了 這代表說你的設備有問題 怎麼可能會 有可能你的這個 極棒有沒有 跟E2 太接近 那那個水打下去 因為波浪嘛 波浪 波浪碰到它 它就 變成一個誤動作 喔!以為是滿水 其實 水打太多 它裡面形成波浪 然後極棒就 碰到一起 它就以為是滿水 喔! 所以你們那個 水量這邊要控制的話 就會 控制小一點 或是極棒 的 間距 距離 拉大一點 就可以克服掉這個問題 那停水的話 就缺水 那水位碰到 水位如果降到E4的話 它就會缺水 其實它這個說明書下面 就已經告訴你了 你看它都這邊有寫 你看U1 U1動作 U2動作 U3動作 總共這個U就是它的那個計電器 計電器動作它會發生什麼事 它這個U1動作就會 警報 水會過高 到時候水滿出來的 滿出來的話 就浪費水了 那U2動作 你看U2動作就是 按 按 按的話它 它回傳訊號就是說 水已經打滿了 要讓那個馬達停止 那如果水碰到E3 它會傳 它relay至off off的話 它電要切到 變成馬達要導通 馬達的電要送過去 好 U2的話它就是 按跟off 再做切換 那U3的話 呢 就是缺水信號 好 當水位 水位達到E4 水位降到E4的時候 它就會 傳訊號 剛剛那個警鈴這個 風鳴器這邊 它就會傳訊號到中控室 那E5咧 E5就是一個接地 接地的訊號 當我們的訊號 都要回流到E5 它有一個接地的訊號回去 回傳訊號回去 在這邊 你看那個E5 E5它這邊有一個接地的訊號 好 這是給水的 電路圖 那排水的話 就顛倒 排水的話 你看 它也是E1 功能一樣 也是E1 跟E2 還有E4 它水位如果達到E1的時候 它就是 水位過高 它也是會 發警報出來 它有一個風鳴器 在這邊 水位過低的話 它也會發警報 一樣 兩個警報 跟給水一樣 那水位 介於E2 跟E3 它是剛好顛倒 那水位 到E2的時候 它馬達要運轉 要把水排出去 排到水位降到E3的時候 它馬達就停止 其實線路圖差不多 它只是E2 的動作 會相反 一個是 一個是水位到E2的時候 是要停 馬達要停 然後這邊是 如果是做排水的話 烏 烏廢水排水 它這邊E2 是 打到這個位 水位到E2的時候 它是要 馬達要啟動 然後抽出去 抽到水的時候 它會 慢慢降 降到E3 那降到E3 它就會做一個 停止的動作 它停止的動作就是 剛好這個線路 就要 把馬達的 電源切掉 這樣子它就不用再一直抽 它一直抽的話 就是 極棒有問題 極棒有問題 那就要去檢查極棒 這種 這種電路的話 就是最怕它極棒 極棒如果 的那個極性 那個高低 那個水位差 太近的話 它在抽水的時候 或是 補水的時候 有差異 波浪 它水 補的太快 它會波浪 然後產生誤動作 或是極棒的間距 距離太小 那就會產生誤動作 它有可能補到E2的時候 欸 水滿到E2的時候 然後 碰到E1 他就以為水位過高 那中控制就會以為 水位過高 其實 就是 排的水太快 污 污水 流進去那個污水場的速度 的水太大 它就會沖到E1 或是說你 來不及排水 它有可能就會沖到E1 那這個時候就會警報 那再 再不理它的話 有可能 地下室的水 地下室的地板 的 蓋子就會冒出污水出來 這個是要 這是很重要的事 就是 平常就是要去檢查這些 設備有沒有異常 這線路其實差不多啦 你看 這邊也是一樣 有一個警鈴 它會裝在 裝在那個水滿 快要滿的時候 它會裝 啊這邊 給水的話 會是缺水的時候 裝 看需求嘛 你看它這邊都已經告訴你 拍水的時候 缺水警報 缺水警報 或是 滿水警報 反正都是可以 兩邊都可以裝 你可以兩邊都裝警報 這樣子 接出來就沒有問題 然後這S0跟S1 就是100伏特 跟100 0跟100伏特 然後S0跟 這個是接到 S2 S2就是200伏特 看你們的 那個電盤裡面 電壓多少 再做決定 基本上就是多一個警報的 功能 滿水位或是水位過高 或是低水位 或是水位過低 之類的警報 今天的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在右下角按下讚 我們下次見